周星彤 杨千华的艺人 这晚出席抱歉酒会 阿娇和阿萨刚去完日本 一起建筑出道18年 发生了不少乌龙事例 对 一天其实我是刚刚从台北回香港 之后再跟他去东京 两天我飞了四城 对 他就一直住那个酒店 他就心以为是那个酒店 所以我们一下车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那个check-in的柜台在地下 他说没有我的名字 就这样 还好终于弄清楚 不然两姐妹流浪街头就太搞笑了 这次到东京是否像以前一样 疯狂大出血呢 以前是没有理性地买 现在是因为知道家里非常多东西 所以就不想买那么多了 早前阿萨就宣布实行血卵计划 之前因血卵而爆肥20磅的阿娇就表示 不会考虑再做血胺手术了 但我觉得真的很困难 我是不能记打真的 但还好如果现在有老公 但还是很害怕 正在忙内地寻唱的签化 刚刚从湛江回来又要去深圳 完全是马不停蹄呢 这个是你需要在一年里面把自己的状态保持得最好 所以可能在意志上面是需要去锻炼一下 因为你需要每天去运动啊 你很怕下一场的时候衣服穿不下 或者是状态不好唱不到 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 吸引每一个城市的那个气候 好像刚刚做完的时候 都是上一场在帐间有一点紧张 因为那个天气很热 然后是户外 然后那些衣服也是真的是一直在冒汗 所以其实也是挺累的那个 所以现在慢慢都会适应了 这么奔波真是不容易啊 回来碰到儿子发烧也不能好好陪陪他啊 回到家我很担心 因为在我演出当天他发高烧 应该是感冒了 所以一直都很担心 我觉得现在自己有经验 所以也不会有 就是知道怎么去保护好自己 应该还好吧 我戴口罩哦 然后就看着他很可怜 然后他需要在家休息几天 我最大的担心就是 他每次吃药他都变瘦 所以希望可以他好好去吃东西陪陪他这样 就连儿子生病了 也不能好好陪伴他啊 香港报道